9號中午 新北中和大樓傳出墜樓死亡命案 沒想到背後淨藏著不可告人秘密 門口堆滿雜物 布條泛黃吞色 41歲的蘇信死者是新北中和這處補習班 負責人兼老師 學生大多為國高中生 偉人師表卻遭檢調查出 他是創意私房 頭拍論壇付費會員 曾購買頭拍如廁 群底風光等犯罪影片 監禁破解創意私房網站中被刪除的電磁記錄 還原上百名會員名單 由台中地檢指揮動員全國各警力單位展開追查 17號蘇信男子遭搜索拘題 並查扣電腦硬碟 針孔偷拍器等證物 18號檢方提出聲壓 但台中地院認為犯罪地點在新北非台中所轄 以吳管轄權為由裁定五包請回 沒想到兩天後他就疑似畏罪 墜樓喪命 雖然事發突然 但補習班附近鄰居也發現端倪 最近都沒有了 我才感覺奇怪 為什麼現在最近都沒有小學生下課在吵 根據瞭解檢方查扣證物 意外發現蘇信男子竟在自家補習班廁所 裝針孔偷拍 牽引項數量達上百步 粗估至少有數十名未成年少女受害 自從藝人黃紫焦爆出是創意司法高級會員 並曾購買非法額哨影音後引發高度關注 術發部雖然瘋網 但還是難以根除 透過VPN還是可以進入網站 19號下午台灣駭客團體決定替天行道 駭經網站攻擊摧毀論壇並置換首頁 台版N號房水球越滾越大 會員拍攝者遍佈全台 究竟還有多少黑術躲在暗處操弄 監禁也擴大追查一個都不放過 靜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